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料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居所为您进行的单元 一周料望 那么这周两岸间的新闻有哪些值得关注 今天要带您关心三个新闻焦点 包括台湾将加入由中国大陆所倡议成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就是亚投行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 最近针对大陆对台九二共识 将的立场抛出一五新观点 那么第三是 民进党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我们再度邀请汪报总编辑王初中观察 非常欢迎汪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来谈 中国大陆在2013年所催生 目前一共有40多个国家 渴望成为会员的亚投行 我们台湾是在3月31号截止 申请收件当天递件的 能不能够加入了 按审议流程大约是会在4月中揭晓 我们这次政府是以中华台北名义 那么由财政部长张胜何 署名以部长的头衔提出申请 我想这是不是也是彰显的政府 确保国家尊严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申请过程 那也可以看出两岸在过去的隔阂 再加上历史的恩怨 还有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疑虑 也就可以看到 特别是大陆在过去 在国际场合处处封杀台湾 那在这种情形下 彼此之间的互信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 看出双方的这个小动作 那我记得礼拜三的早上 郭台办特别还发了一个通知 那郭台办已经收到了台湾方面的这个意向书 而且转交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 那由台办转交和财政部申请 这是有差别的 为什么由台办来回复这个事情 这也象征到在坚持一个中国 国台办里头还特别强调了 他是说我们对于台湾方面 以适当名义参与亚投行 是持欢迎的态度的 也就是说亚投行我们申请的这个过程 台湾希望通过财政部 但是也同时透过陆委会向国台办 那财政部事实上从某些意义来讲 也象征着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过去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经济组织 都是由财政部 各国也是透过他们的财政的部门 来跟这个亚投行的这个临时秘书处来 申请加入亚投行 所以这个的动作 那台湾同时进行 也显示出两岸关系的这个彼此 还是有些而语我诈的 那大陆只用国台办来回应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外交部长王毅也明确的表达 就是说其实按照国际的惯例 来处理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 那也就是国际的惯例 就是说现在有几种模式 那这一头有包括奥运的模式 有亚太金和组织APEC的模式 有亚银的模式 那当然从台湾角度来讲 奥运台湾是一个会员国 用中华台北 这是最符合台湾现在整体 条约都能接受的 而且用中华台北 这也跟中国大陆之间 以中国的这个名义来讲 也做四度的躯刻 而且也没有互相逆数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用亚银的模式 用中国台湾这样子的模式 中国台北这样子 显示出台湾只是中国下面的一个区域 那这样子的话跟香港意义是一样 那我们也知道 台湾是非常不愿意 在参加国际组织是以香港的模式的 香港参与的模式 因为香港现在毕竟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这是所有台湾朝野共同反对的 所以基本上亚银模式 台湾是不可能接受 大陆也了解这个情形 那所以这一头可能选择的是 Apex模式 当时要包括奥运的模式 Apex模式 当然我们Apex也是用中华台北 但是它Apex我们 还有加入GATT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组织的话 我们是以台风金马的关税区 或者是一个区域这样的概念 所以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曾经也在 我们自己的报纸上也写出说 台湾的很多对外的官员 还有陆委会的官员 有一些学者 甚至他们很多些建议说 我们可以是不是在用 奥运模式的方式来加入 这个亚头行 只是说大陆现在 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认知上 我们觉得说在对外关系 就马中七年执政 那因为两岸关系 严格来说是走得比较平顺的 那交流和互信也逐渐在累积 那大陆也并不愿意破坏 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围 所以在对外事务上 我们也看得到 大陆在对外事务上 就可以跟台湾用挫伤的方式 让双方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台阶可以下 当然也可以看出来 国内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有很多台湾年轻人 去冲撞总统府 独派的团体也对亚头行的这个参与 有些意见 但是我们其实要换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台湾是外向型的经济 那参与周边的这个区域经济组织 是台湾生存之道 很多人说那我们加入亚头行什么好处 可能大家会思考一下 当然我们参与亚头行 这个好处是因为 现在参与所有的贵人国 40多个国家 而且亚洲为主的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那台湾可以参与在区域经济里头 我们有发言权 我们有参与权 那各国相关的基础设施 我们也可以去投标 甚至是合作来 跟相关的一些会员国来 进行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 台湾外向型的经济 我们可能这个 自外与周边的一些国家 我们也不可能这个 继续再当经济之外 在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 我们应该积极要讲 这对台湾整个体的经济发展 对于台湾老百姓的未来 还有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 这个都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 虽然亚洲王是大陆的主导的 但是我们知道 马上东也多次强调 台湾要加入asset 这也是大陆主导的 或TPP 这美国在主导的 如果说台湾没有办法 进一步的跟周边的国家的 这个区域经济进行一些整合 在21世纪这样子 一个全球的大趋势下 它必然会很难的 在继续有很好的经济成绩 我想只是老百姓 所有全民都会受到影响 是 那么台湾能否加入亚投行 中国大陆可能会有哪些考量 再过一段时日呢 就可以知道了 南岸关系极其复杂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曾经提出 不知道久而共事的意涵 那么这是中国大陆 对台政策的红线 他也曾经提出 两岸一家亲 不过最近在接受大陆媒体 包括新华社 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又再度跑出一五新观点 总编宁怎么样解读 柯市长他的论点 那么大陆又会如何来处理呢 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 我们在跟大陆媒体互动的时候 他们也表达 说要去采访柯P 那后来新华社跟中央电视台 就联合的采访了柯P 那礼拜二 新华社把这个讯息公布之后 那我们也从这个内文可以看得出来 柯P竟然会接受大陆媒体访问 是 很多人感到好奇 其实关键就是 彼此要互相找个台阶 共同的踏上双层论坛的路 这是非常清楚的 你帮我打巧 我帮你打巧 那不然柯P不需要特意的接受 大陆的两个最重要的官方媒体 小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联访 那在做相关的这个讯息的内容 我们在看到柯P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很明确的 大陆也在柯P在强调 尊重过去两岸 所达成的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还有互动的历史 那其实上 共同的政治基础 当然是就是九二共识 说穿的就是九二共识 那柯P不愿意明说 但是强调了就是尊重 还有互动的历史 那当然就是过去所有的历史 这一头当然是绕个弯来讲 但是明确的就是 让大陆可以解读说 它是尊重大陆方面 所在乎的这个九二共识 那在柯P之前 我们也很清楚 他在跟他媒体互动的时候 也强调了这个两岸一家庭 那这样子几个表态 自然让大陆对于柯P的 这个心防就缺除掉了 那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二 国台办公司也明确的表达了 这个对柯P的正面的肯定 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说 互台论坛可以双方进行来沟通了 我们来谈谈哪时候可以举行互台论坛了 柯P虽然没有直接对九二共识表达支持 或者是强调了九二共识 但是对于大陆来讲 这个柯P已经帮大陆打好一个台阶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柯P在处理相关的两岸的问题上 他透过他的这个 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大陆小组 刚成立 对对 刚成立的大陆小组 给他一些建议 柯P也在礼拜三的时候 也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内容 那还针对台北市政府 在做一些这个相关的决策 其实他在礼拜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很明确的表达 其实上两岸的将军 他可以来做一些突破 那特别强调民党 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 那国民党基本上根本走不动了 现在 那在国民党党都没有办法 动的情形下由他来推动 我想这个从整体 未来台湾在跟大陆互动 或者因应这个2014年 11月29号的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后 两岸关系形形停滞的状态 这样子停一下 那我们觉得我们都乐观其成 对柯P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还有跟大陆之间的一个互动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就是在两岸关系的互动上 柯P现在变成一个指标 民进党希望透过柯P来突破 对于大陆方面对九二共识的坚持 大陆方面希望透过柯P的方式 让民进党能够走向九二共识 所以这样的话 双方就透过柯P来角力 我们知道就是柯文哲市长 在选后可能还不知道 他现在在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随着2016年大选即将的到来 那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 包括民进党之间的 这个两岸政策 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是好 接下来我们接续这样的话题 刚才总部有提到 目前不管是国共和民共之间交流 恐怕都是比较限于停摆的一个状态 那么民进党秘书长吴钊锡 最近前往美国外传是为蔡英文在六月份 可能会访问美国安排简制作业 不过也同时留意到 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 施兰奇还有美国前百公国安会 亚太资深主任格林 他们都抛出要民进党对两岸政策 要说清楚的表态的这样的讯息 怎么样的观察美方的反应 吴钊锡在访美之前 施兰奇就已经很明确的 已经表达希望蔡英文 要针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和两岸的方向 要明确的表态 不能再获悉你 因为毕竟如果16年他执政之后 老百姓还不知道他的两岸政策 而把政权交给他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 那我们也看到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打败之后 台湾的民心 其实现在是非常浮动的 那有很多人当然希望说 这个换党做做看 台湾每八年一次的政党轮替 是将会成为一个常态 那我们知道民主国家政党轮替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就是说 老百姓开始有担心 是不是又回到陈水扁时代 这个两岸关系陷入停滞的状态 因为双方对政治 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大陆也很明确的强调了 这个尤其习近平总书记 在两会期间强调了 四个坚持不懈 那其中一个坚持不懈 就要坚定的 坚持不懈的坚定 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这个说实话就是九二共识 但他也不明讲叫九二共识 那就是这个政治基础 必须要坚定支持 当然非常清楚的对台湾表态 也明确的对美国表态 那美国在这样的情形下 美国要了解 这个蔡英文的想法 如果说蔡英文不能说服美国 我们觉得他在2016年 总统大选之路 那最后一路 是不是能够顺利走 就非常令人质疑了 如果说他还是按照他上一次 我们知道2012年的时候 美国已经明确的 在从蔡英文的这种 为什么叫空心菜 那时候的观念 因为他没有政策 他宁可获熙 你先拿到政权 其实民进党现在的主流思想 就是希望说蔡英文 在两岸政治上不要去表态 因为表态不好 他可能得罪两边的人 第一个 他如果说他对于九二共识 他绝对不会接受九二共识 而且继续坚持态度党纲的话 两岸必然面临到16年 会产生重大的一个 这个关系的倒退 很变化 这是肯定的 那这个是所有人都说 美国也非常清楚 那蔡英文如果不会冻结 台独党纲 或者是在九二共识上 他完全不表态的话 那又会循回到12年 美国觉得蔡英文 并没有明确的交代清楚 而且刻意忽略走 这种模糊的地带 那担心未来16年 如果他执政之后 两岸关系会倒退 再把美国拖下水 美国其实现在是焦头烂 美国在东北亚的 西亚的反恐的问题 还有跟一些相关国家之间的争执 还有在这个东北亚的 这个相关的跟北韩之间的问题 还有相关的全球事务上 美国特别是面对这个恐怖主义 美国现在是在很多领域上 逐渐的败退下来 美国充满亚洲的力量 其实被恐怖主义 就是要抗衡 或者是这个要 为了要消灭恐怖主义 他其实花了很多的精力 而且我们知道 IS也是令美国非常头痛 没错 那茉莉花革命 它在包括在利比亚 埃及 突尼西亚 还有包括叙利亚 乌克兰 最近的也门 美国茉莉花 都西方价值的茉莉花革命 在这些中东地区 特别是北非地带中东地区 全部几乎是失败收场 然后面临着这些相关国内 这些反美的势力 还有非洲基本交易派对美国的挑战 其中包括安慰史在内 美国焦头烂了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并不愿意台海再发生事端 是是是 这样这个基础就可以看出 美国其实在希望说 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 能够明确的表达 让美国安心 不过或许还有一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也要去观察 就是说 因为现在国民党都还没有推出 2016年的角逐总统大选的人选 民党方面是不是觉得 没有急于要去把两岸政策 说清楚的压力 就可以拿到选票 对 现在可能蔡英文还是要直接去面对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 其实民党现在很多一些主流的意见 还是希望蔡英文不要去表态 免得得罪独派 又拉拢不到中产阶级 也还有广大的台商 因为其实广大的台商和中产阶级 都希望两岸政策能够稳定 特别是在民党的这个态度党纲上 大陆如果说民党继续建筑 态度党纲 两岸关系是肯定会倒退的 我想这也是民进党必须要省思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旺报总编辑王处中正 对这三大新闻交点 为我们做深入的解析 非常谢谢王总编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